起床了 念念起床了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选择 一是你现在起床跟我去吃饭 二是我现在立马上床陪你一起睡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流氓啊 在你面前的不就是吗 你 我终于等到你了 你昨天去我家找我爸妈说同居的事 感觉怎么样 高兴 你不紧张 不紧张 那要是我爸妈不喜欢你怎么办 那你喜不喜欢我 那这对了 那这对了 我不是想要是有什么刺激 或者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现在已经没事了 以后我们会加强病房管理 不会再让他跑出去了 医生 刚刚在楼上救下他的那个男孩 你们认识吗 他呀 新来的护工吧 叫什么名字来着 不记得他不怎么和我们说话 嗯 谢谢 那我先走了 谢谢 你有没有觉得 刚刚楼上那个男孩特别眼熟 那个人我本来就认识 你也认识 念初姐 真的是你们呀 拖练 拖练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们 嗯 你怎么到云城了 那场爆炸以后 我就离开那儿了 独立一校 现在终于有机会来云城实习 之前 总听念初姐说 云城有多么好多么好 就想来看看 你满十八了吗 我下个月就满十九了 那还是十八 还是小朋友 按照中国的惯例 我虚瘦十九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还记得那会儿 我叫你小弟弟你可不乐意了 这一转眼都这么大了 那时候我比同龄人各自强 寨子里边 没人愿意跟我做朋友 宁初姐 你第一个朋友 你第一个朋友应该是厉腾 对 对 厉哥 你怎么也在云城 为了跟他在一起 你吃 你真不用我们送你啊 不用了 我回医院 走着去就行了 好 那我们先走了 宁初姐再见 立刻再见 干嘛 干嘛 你今天怪怪的 哪里怪 你干嘛突然在托里面前熊爱啊 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才没有呢 你平时可不是这样的 那小子喜欢你 你不记得了吗 今天这个虫子咬了你 你千万不要挠它 你知道吗 我怕你其他地方也被感染了 听话 人几天就好了 拖里 今天谢谢你 不过 我连累你了 那 你还跑吗 怎么 你这么不想我走 就因为你立歌 让你看住我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要娶你 人小鬼大 我是认真的 你才多大点啊 怎么娶我 放心 我会保护你 怎么保护啊 用这个 我 我不是想好 这你都记得 那就是半大点的孩子说的玩笑话 你就当真啊 阮念初他不是孩子了 不管怎么样 他在我们眼里就是小弟弟小朋友 以前是 以后也是 其他的事情我不管 但是阮念初 我话先说在前头 你离那小子远点 你都多大人了 你怎么会想 脱离是你看着长大的 你连她的醋都吃 不是 五年 五年能改变的东西太多了 喂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这种行为啊 叫幼稚 对 我就是幼稚 是 不会这么巧吧 救了师母的护工 竟然是脱离 利哥 你的情路还真是坎坷 听说你和乔小姐在一起了 对 这么多年来 你第一次谈恋爱 好好把握 利哥 我就是 不知道怎么跟她说 欣欣的事情 感情这种事嘛 你千万不能瞒着对方 也不能有单方面的牺牲和隐瞒 如果你想要好好在一起的话 你就得把一切都告诉她 这些 是不是嫂子叫你的 报告交了没 现在去 现在去 你 你